環中線開放試乘第一天 新北市長侯友宜前往視察 從偷籤莊站搭到板橋站 和民眾一塊搶先體驗 試乘階段從每天早上10點到下午4點 民眾使用電子票券都能免費搭乘 4點完以後 我們大家還會開檢討會 還有哪一些切絲 把它做到盡善盡猛 免費試乘期間 列車班距大約8分鐘一班車 也會依照人潮狀況加罰列車 惠友宜強調新北環狀線以安全為優先 雖然是無人駕駛系統 但初期全時段都會加派隨車人員 來處理系統異常事件 試乘的結果 這個對座的話可以占了人 可以占2到3個人都很舒服 整列車座位有到98個座位 那在車間走道是可以連通 新北環狀線串連多條捷運路網 其中經過的6座車站 都可以轉成到其他路線 大幅縮短通車時間 也節省民眾荷包 既然黃家瑋晚安寧 新北市報導